中秋烤肉不能少了香肠这一味 不过又油又香 爆卡地雷 适量吃就好 但没想到这一根 热量比香肠还要高 白叶豆腐成分七成 是油脂烤一条 361大卡下肚 再刷酱更不得了 另外像猪血糕排名第二 主成分除了血之外 还有满满淀粉 一块120公克 有231大卡 几乎吃下快一碗饭热量 甜不辣一串也有174大卡 加工食品得适量吃 一片接着一片吃的吐司 也要特别注意 那如果是现在比较常见的 鲜奶吐司的话 一片大约是160多大卡 所以等于两片都超过 一碗白饭的热量 供完香肠棒棒腿 甚至一根玉米热量也不低 多吃低脂海鲜过中秋 摄取蛋白质 又能减少肥胖危机 像是蛤蜊一颗大约2卡 牡蜊一颗6卡 白虾一只12卡 若跟同重量的梅花肉片比 热量约胜三分之一 蔬菜类的食物吃完之后 再吃低脂的肉类 比方说海鲜 或者是像一些里脊肉片 鸡腿肉等等 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记得 烤完肉可以吃一些 当机新鲜的柚子 甚至搭配一些 优酪乳优格来帮助消化 中秋过后 常有血压飙高或肠胃问题 减少加工食品 多吃蔬菜搭配无糖饮料 才不会过了个中秋 变得跟月亮一样圆 三星文余德前家宝台北报道